欢迎收看本期的实话实说 菲律宾如今在南海问题上很不安分 继最近联合其他域外国家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后 菲律宾军方还在国内谋划大动作 准备抽出手来和中国在南海碰一碰 据多家菲律宾媒体报道 菲律宾政府和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 同意重新举行和平谈判 已结束多年的冲突 菲律宾总统和平和解与团结顾问 加尔维斯声称 双方同意制定和平与转型框架 重点在进一步解决武装冲突的 社会经济和政治驱动因素 最终结束反政府武装的活动 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声称 他们都认识到菲律宾正面临严重的 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外国的安全威胁 因此各方认为 菲律宾需要作为一个国家团结起来 以紧急应对这些挑战 并解决自己内部的武装冲突 菲律宾政府方面声称 希望在明年第一季度 能够起草和平框架 并且在这些政府的领导下 实现和解与团结 加尔维斯声称 整个谈判将是循序渐进的 首先双方承认 对于当前的现状存在不满 其次双方同意提出一个框架 以确定和谈的优先事项 最后再通过这个和平框架 实现永久和平 为了配合这次的和平谈判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连续发了四条特赦令 大赦天下 菲律宾司法部强调 总统马克思近日发布了 403到406号特赦公告 并指出了这些特赦公告的适用范围 其中包括几个菲律宾国内 知名度比较高的武装组织 非司法部声称 这些群体为了贯彻其政治信仰 犯下了罪行 总统现在予以特赦 以鼓励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并且为国家进步做贡献 这将是迈向持久和平的重要一步 该部门支持总统的举措 菲律宾的反政府武装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大问题 虽然不至于到动摇国本的地步 但确实是菲律宾历届政府的心头大患 菲律宾国内之所以有不少反政府武装 根本上还是与菲律宾的政治经济情况有关 同时菲律宾有许多深山老林 这就为反政府武装的活动提供了客观条件 各方已经打了很多年 直到前段时间还在交战 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 非方就声称在一场遭遇战中 打死了六名反政府武装新人民军的成员 历见菲律宾总统都想解决这个问题 有派兵倾脚的 有派人谈判的 事实上菲律宾政府和部分反政府武装达成停火 也不是头一回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就曾宣布 政府军单方面停火 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展现诚意 让反政府武装方面予以回应 然而从结果我们也能看到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被根除 菲律宾内战难以结束的原因 不难理解 说白了还是没有根除反政府武装生存的土壤 只要菲律宾没有很好地解决自己的政治经济等问题 菲律宾内战就难以根除 马克思这次大赦天下的力度确实很大 短时间内的确有可能起到比较明显的这个效果 但是要说彻底根除菲律宾的内战 可能性还是不大 与此同时 菲律宾方面的另一个表态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司令 罗密欧布劳纳声称 如果与反政府武装的冲突最终结束 菲律宾武装部队的重点方向将从内部转向外部 特别是领土防御 他同时强调 在输结果之前 菲律宾军方依然会按照之前的方式 对反政府武装采取行动 布劳纳提到的菲律宾军方的重心 将向外部转移的情况 值得我们关注 尤其是所谓的领土防御 众所周知 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争端 而且在马克思执政期间 这种争端被明显扩大化和激化了 菲律宾军方现在的做法 明显有着 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思 即先解决内部的稳定性问题 然后抽出手来 把力量集中到南海 应对于中国的海上争端 事实上 菲律宾现在的一些行动 确实有这个苗头 在这段时间 菲律宾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 都在南海举行了联合巡航 还有消息声 美国可能会向菲律宾提供帮助 以维修非法坐摊在仁爱礁的破船 马德雷商号 况且布劳纳本人 还是菲律宾国内的强硬派 这些迹象都显示 在未来南海局势 可能要面临更大的风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观看 又欢迎您长按 点赞或者转发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